在高通膨高物價的時代 民眾想要買房的預算 可能是越來越緊縮了 根據聯合徵信中心最新統計 一百一十二年 全年平均房貸的金額 是來到了七十八 七百八十五點一萬元 創下統計以來新高 不過呢 民眾買到房子的面積 卻是呈現下滑 去年第四季購物面積 就比一百一十一年同期 衰退了百分之一點七四 大大小小的房屋銷售廣告 就掛在大馬路口 不少建案更是以質感小坪數 來作為推案的主流 因為在高通膨高物價的時代 民眾想買房的預算 越來越緊縮 就是因為預算有限不少購物族買房時都會將房屋貸款貸好貸滿 並透過長年期貸款等方式來減壓 根據聯合徵信中心的最新統計 一百一十二年全年平均房貸金額七百八十五點一萬元 房貸余額平均六百零五點一萬元 都創統計以來新高 不過購物的面積卻下降 去年第四季購物面積比一百一十一年 同期衰退百分之一點七四 而全年平均相比較前年減少一點五平方公尺 房產專家就解釋在單品漲勢 帶動房屋總價下 越來越多的購物族只能透過買小來讓自己負擔得起 在利率的表現上面 因為八月份新清安的導入 那把整體的利率環境的水平把它往下拉了 所以會呈現所謂的上高下低的情況 因為房價往上走 可是民眾的購物能力是相對比較優先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只能夠鎖定總價去選擇 那這也就造成了民眾在購物的面積上面會越來越小 展望今年的房市 徐佳新認為下半年開始 全球整體經濟預估進入降息期 加上二零二四美國大選年 有機會推出降息刺激經濟等紅利 環南央行無論是否跟進房貸利率 都有下調的空間 但目前買方支撐力道仍弱 未來房市仍待觀察 這集會有與粗負財提供報導